大家好 我是李文慧 這次我希望有機會可以面試行銷部助理 因為我今年28歲 那我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咪之外 因為我本身是英文系畢業的 之前的經驗比較多是在於補習班顧問 或是英文課程的一個電銷銷售的工作內容比較多 那這次為什麼會想要挑戰行銷呢 因為以前的工作比較多是在於行銷自己 行銷自己的專長 行銷自己的一個課程上面 到底可以怎樣幫到學生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在要求自己的專業上面 因為我是處女座 比較會去讓自己有一個完美主義 那每一個細項上面我都會要求自己可以的話 就讓自己做到最好 那因為我自己在管理職的一個職務上面 常常會需要遇到就是說 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溝通 所以其實在有時候在學習不一樣 部門他們的一些專業 比如說像是電腦啊 的一些行政之外 可能他的一些疑難雜症的處理 這個之上的話 我也會就是撥一些時間 讓自己可以就是完整的學起來 對那一方面除了讓自己做學習之外 第二個也希望自己可以有這樣的能力幫助同仁 一起去做這一塊問題上的解決 對那因為這個行銷的部分 是我比較陌生的 那希望可以從助理這樣的職務 讓自己有機會 可以從基礎開始一步一步打理上來 那各個東西在學習之外呢 也希望就是說 欸透過486這麼大的一個家庭當中 可以讓我學習到 比較多一點實戰的一個經驗 那未來也希望是說可以跨部門開始 欸從我的英文專業 跨到行銷這樣的一個職務 那也可以就是慢慢變成行銷人這樣子 希望我有機會可以面試到這樣的一個職務 謝謝大家 謝謝